嘿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讲一讲 上次我们说的这台路由器 就是魏联通的QQ301W这款路由器 它是如何刷入OpenWT的固件的 实际上它的刷机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网上也已经有各路大神 总结了它的一个相关的刷机方法 但是有部分小伙伴对于代码的操作 还是有点生疏 所以我今天就出这么一个视频 当然了我知道 其实用这个机型的人并不是很多 可能也就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在用 但不管怎么说 哪怕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那么今天教这个方法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风险的 因为它不需要拆机 而且也不会损害你原本的固件 等于说增加了一个OpenWT的系统 那么这里要非常感谢的 就是给QQ301W制作固件的这些开发人员 包括不限于LDA他们的QSDK的开发组 总之就一并感谢了 因为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很多的开发人员 我不太确定 总之一并感谢你们 Mac下或者是Windows下用到的一些工具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或者是评论置顶的位置 上次视频有很多小伙伴问到 说OpenWT的系统有没有带Docker 目前我知道的是不带Docker 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性 我也不能确定 大家如果真的感兴趣可以追一下 LDA他们的开发组 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后续增加Docker 我想就它的配置而言 增加一个Docker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这里面是不是有更多的开发成本 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么如果后期有更新的固件的话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大家自己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前面就不废话了 马上开始今天的刷机 好我们这边在刷机之前 有一些注意事项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第一点是工具的准备 如果你是用Windows的话 Windows10的话要用Windsip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用来传输文件用的 比如说一些固件和驱动 就用到这个软件叫WinSCP 如果你是Windows7的用户 你还需要下载一个Pooty的软件 用来传输SSH 如果是Win10就不需要了 因为CMD有SSH的工具了 如果你是苹果电脑的话 你要用到一个CyberDock这个软件 就是我们俗称小黄鸭 这个软件也是SAP传文件用的 再有就需要用到它自带的终端 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多准备几根网线 第二点就是固件跟相关的一些驱动 这些我会打包放在我的网盘 一个是QSDK的Kernel 还有rootFS的bin文件 另外就是万兆网卡的驱动的一些文件 第三点就是关于SSH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它的端口号并不是常规的22 而是在22后面加一个200 就是22200 并且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在使用原固件的这种情况下 每次重启你都需要手动的去开启一下SSH 因为它默认是关闭的 每次重启它就会重置 通过长按WPS按键 直到响两次松开 用这种方法来开启SSH 据我所知 整个刷机过程可能需要重启三次 那么你就需要执行三次这个过程 第四点是刷机之后固件的地址改变了 由原本的192.168.100.1 更改成192.168.1.1 那么这个网段是非常容易 跟常用的这些光猫网段冲突的 所以我个人建议先把它多余的网线拔掉 避免跟上层的产生一些冲突 好了 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和一些注意事项 好 你目前看到的就是301W的固件的后台 我们接下来就根据GitHub上的这篇教程 来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 这个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不用拆机 我们第一步是先打开SSH服务 它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我们长按路由器上面 WPS按键 然后长按到第二声响为止 然后就可以松开了 这样就已经开启了SSH服务 好 接下来就是连接路由器 如果你是Windows7的话 你需要下载 Putty这个软件 是Windows10的话 直接打开终端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打开CMD 我们在这边直接输入SSH 然后用户名就是你路由器的用户名 我这边已经设置一个用户名的悟空 然后后面跟你的路由器的IP地址 192.168.100.1 然后后面跟端口号 -P 注意 不是22 22 200 回车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输入路由器的密码 在输入密码的过程中 可能显示不了字符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流程 就是不显示 然后回车 这种状态说明已经进入路由器的后台了 大家可以看到有$的符号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执行这些命令 将启动分区切换到第二分区 我们直接复制这些行代码就可以了 然后右键粘贴 然后这个时候还要输入密码 回车 没有报错就说明OK了 切换到第二分区之后 就是要重启 我们执行这个命令 这种状态我们稍等一下 一会就重启了 好 刚才经过短暂的一个重启的过程 现在已经成功的重启了 重启之后 大家输入网址 还是原来的固件 不用好奇 然后重启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有一个SSH的开启的过程 我们还要重新开启一次 因为这个过程 就是每次重启 都要执行一遍这个过程 好了 刚才我又执行了一次 开启SSH的过程 接下来就是第4步 检查路由器当前的启动分区 然后我们还是先连接到路由器 还是执行代码 然后还是输入路由器的密码 好 现在已经进入路由器的后台了 接下来我们就执行这一句 好 回车 这边显示的是1 它说要确保这里面输入1 如果不是的话 就重复前面的步骤 OK 接下来就是传入QSDK的kernel 和入台FS这两个并文件 到TMP目录下 我们把这个软件打开 我们选择SCP 然后主机就是你的路由器的后台地址 端口号肯定是222 00 用户名就是你的路由器的用户名 好 我们点击登录 点击是 这样就已经进入到路由器的后台里面的一些文件了 然后我们要找到TMP的目录 现在默认在A.MN下面 我们双击这个按键 然后继续上一步 好 在这个底下找到TMP的目录 就这个 我们把这两个文件给它拖拽进来 点击确定 现在已经传进去了 一个是kernel 一个是rootFS 第五步已经执行完了 第六步是将QSDK 刷入到第一分区 他这边已经说了 强烈建议大家用DD命令 先备份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两个DD的命令 这个是原文件 这个是目标路径 尽量是一句一句执行 要不然省了卡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文件是不同的大小的 所以说它是有快有慢的 好 最后一行就是重启的意思 好 回车 这样的话路由器又要重启了 好 现在其实已经重启完毕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以前的网址已经不奏效了 因为现在已经切换到新的固件了 但是新的固件我们应该访问哪个地址 192.168.1.1 回车之后发现它进入到了联通的光猫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 这个是容易跟光猫冲突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最好是把多余的网线先拔掉 好 现在我已经把多余的网线拔掉了 只有一根网线连接的路由器 异端连接电脑 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直接在这个设置里面找到网络更改适配器 然后在这边自己修改一下 这个你随便改 只要是1的网段都可以 子网研码就是255 默认网关 也是.1.1 其他的都不用动 点击确定 确定 关闭 这个时候我们再次输入192.168.1.1 大家就可以看到已经建立了通信 它的用户名是root 密码是password 好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就是OpenWT的状态 目前我连接了ETH2网口 刷机之后的网口顺序 我给大家照一个照片 大家可以对应的看一下 但是目前已经执行到了第6步 其实还没有完整的刷路 第6步执行完毕之后 是需要刷入万兆网卡的固件的 MBN的文件 我们还是用SAP去复制到Time下 执行到第6步之后 你已经变成了OpenWT的固件 这个时候 SSH端口号应该是22 而不是之前的22200 好 接下来我就操作一下这个部分 注意这次我们输入的是192.168.1.1 因为这个是OpenWT的固件 端口是22 用户名是root 密码是password 还是回到TMP的目录下 我们把驱动直接拖拽到目录下 好现在已经拷贝进去了 接下来回到教程 执行这几条命令 一个是抹除原有的分区 同样我们是打开终端 这边输入SSH 用户名就是root 然后add后面跟路由器的后台 注意这里面的IP是OpenWT的IP地址 端口号就不用输入了 因为默认就是22 回车 然后输入yes 输入密码password 好 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 进入了QSDK的SSH的后台 接下来我们就执行这几条命令就可以了 第一条是抹除原有mtd10的数据 好 回车 已经执行完了 没有报错 同样还是复制 粘贴 回车 还是粘贴 回车 第五个步骤 我们最好是打印一下变量 看看它是否有记录 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经打印出所有的变量值了 这个作者说 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参数 以及这个参数是否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参数 没有问题 有这行参数 说明我们已经刷机成功了 接下来这个操作 就是直接重启就OK了 直接在这里面直接输入reboot OK 我们耐心等待一下 重启之后 我们再次进入网络的后台 大家知道默认的地址是跟光猫冲突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找到网络接口 在这个接口里面 我们要修改一下蓝口的IP地址 点击修改 现在是1.1 这边我们可以换一个比较不常规的 比如说8.1 这种状态下我们再点击保存应用 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设置界面 打开网络和internet 在以太网里面 点击更改适配器 刚才我们设置是静态IP 接下来我们改成自动获取 点击自动获取 好点击是 此时我们就可以把你的光猫的网线连接到你的路由器的 蓝口上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蓝口的位置 居然在ETH5 我们在这边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蓝口的位置 怎么去调整 还是点击修改 点击物理设置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1号网口 就是对应的路由器的1号网口 就是ETH3 我们把ETH3变成蓝口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接口部分的最终的一个设置 我这边已经把多余的VPN0和1.6都删掉了 我们点击修改 我们再看一下物理设置 最终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ETH0 1 2 以及4跟5都是蓝口 ETH3是蓝口 也就是对应到路由器上面1号网口是蓝口 其余的都是蓝口 当你这样设置之后 你会发现DHCP还是没有正确的分配IP地址 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重启一下路由器 好重启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已经连上网了 刚才就是因为没有重启 它可能没有反应过来 一个是ETH2 一个是ETH3 ETH3就是蓝口 其他几个口全都是蓝口 目前已经正确了分配的DHCP 并且无线也是正常的 这两个无线都已经出现了 你可以用无线的方式去连接这个逻辑 一个5G的一个2.4G的 在这边我们还可以进行修改 你可以修改它的信道 还有这个频宽 160赫资频宽都可以进行修改 万兆这个部分 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我刚才已经插好网线了 大家就可以看到ETH4和ETH5 也已经点亮了 分别是1万兆就是万兆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是 如何回到官方的固件 之前已经设置了一个变量 就是这个变量 当我们执行这一句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系统变成1的时候 这个就代表的是官方固件 打开这个终端 然后我们输入ssh 用户名是root at后面跟你的192.168.8 这个是我修改之后的一个地址 你的是多少 就写多少就可以了 我们回车 yes 好 输入密码 同样是进入到后台之后 我们执行刚才那一句 大家可以看一下 sudo后面 entry后面跟的是1 1代表的就是官方固件 如果你输入0的话 就代表的是openwt 好 我们回车 我们这边可以先把这个sudo删掉 直接执行这一行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代表已经切换到了原生的固件 接下来我们就重启一下 重启之后 我们输入192.168.100.1 这个就是原始的固件 现在已经切换回来了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登进去看一下 原来的设置的用户名密码都没有变 等于说这套配置是跟openwt是相对独立的 如果说大家想切换到openwt的固件也非常简单 刚才我们执行的是这一句 如果你想切换到openwt的话 执行这一句就可以了 相当于是把1的变量设置成0 这样就切换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了 今天视频就先到这边 如果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转发和分享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